嗨嗨 我是Jash 看到標題有沒有嚇到啊 Jash竟然要講紅襪的王牌投手 難道是因為Severino最近炸太胸 所以我良心過不去嗎 沒有啦 我做影片會看很多國外的文章 如果看到有興趣的內容 就會以那篇文章為主軸 再自己找一些資料做延伸的討論 也有少部分的主題是我自己發想的 像最近陳偉英那篇 就是完全自己整理的 但是這種的製作時間就會比較長 之前很多觀眾在問說 為什麼都不講JD或是Sale 其實原因就只是我沒有找到適合的資料啊 但是這個講法講出來沒人會信吧 好啦 我最近花了不少時間在看Sale的數據 總算是整理出了一些東西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 這個投球知識詭異的紅襪王牌吧 先讓我們回想一下去年的Sale 他在去年上半季的成績 非常鬼神 一度讓人覺得去年的三翔獎 已經不做第二人搶了 可是到了下半季 Sale的狀況卻持續下滑 也連帶影響到他季後賽的表現 為了預防下半季疲軟的狀況再次發生 今年紅襪有特別控制Sale的工作量 去年在8月之前 Sale一共先發了21場比賽 這21場的平均用球量高達110球 其中也只有一場比賽沒有投超過100顆 這種操法也難怪季末會沒力 而今年在8月之前 Sale一共先發了22場比賽 平均用球量下降到了101球 尤其今年開季的閒四戰 紅襪都刻意讓Sale在90球左右就下場 就是不要讓他在季初就衝太快 好維持一整季的體能 除了工作量的改變 今年Sale自己也放慢了投球節奏 Sale的投球以上都是不拖泥帶水的 去年他的投球間隔是20.9秒 在全大聯盟的先發投手之中 排名第五快 今年他把投球間隔放慢到了22.5秒 雖然還是比聯盟平均快 但是這已經是Sale生涯投球間隔最慢的一年了 以前從來沒有超過21秒 我認為這個很有可能是他刻意做的改變 再來我們看Sale今年使用的球種 他的配球原則上跟去年差異不大 一樣是以四封線直球跟滑球的搭配為主 Sale的滑球本來就是他的武器球之一 但是這個武器球今年的殺傷力 上升到了另一個層級 好球帶內的Content% 狂掉了10個百分點 這個改變可能跟他的放球點有關 今年Sale的放球點高度下降了約0.3英尺 水平方向也更向外了0.1英尺 也就是說他現在的放球點更低更側 也許就是這個改變 大大增加了Sale滑球的威力 如果我們去看Sale滑球的位移量數據 會發現他的橫向位移量增加了不少 今年沒有任何一個左投手 可以丟出比他橫向位移更大的滑球 最後我們看一下Sale生涯各個月份的投球成績 8月就開始有點下滑 9月跟10月 則是跟其他月份有了很明顯的落差 即使Sale現在殺到翻過去 基本上紅襪名也都知道不能高興的太早 Sale接下來的表現能不能夠維持才是關鍵 就讓我們看看紅襪球團 跟Sale自己今年所做的調整 到底能不能在季末發揮效果吧 我是Josh 上禮拜剛發Triple寶爾的影片 結果整年健健康康的寶爾 下一場馬上就被強襲球打到退場是哪招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